好 我要開始我的創業叫做沒有塑膠的創業 OK 然後 欸 要給我那個啊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對 然後 欸 怎麼上下 OK 好 先講就是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塑膠 第二個部分 創業 我先講創業的部分 但是大家其實很多在場都有創業的經驗 那其實 我覺得我沒什麼好分享創業的 我分享一個我比較有經驗的 叫做失業 結果我出社會到現在 大概八年左右吧 我大概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我是失業專家這樣子 那我先來分享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生 我第一個工作是在網路書店 就做電子商務 那因為書它是沒有差異化的產品 你家的書跟我家的書就是同一本 所以它的那個競爭非常激烈 它就要做很多促銷 像這樣 每日特價買A送B Coupon券 加價購買 送生日特價 封管特價 限時特價 我每天都在弄這個東西 那就是想辦法賣出更多的東西 讓大家更多消費 我業績就越好 薪水就越好這樣 然後我在想一件事情 說這些東西 我就是對你有用的時候 它是商品嘛 你很喜歡 但你用完之後呢 你就把它丟掉 它就變成垃圾 所以我賺越多錢 就是製造越來越多垃圾 越來越多的垃圾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在想說 那這樣我不喜歡 我要做什麼工作才可以 我不想要參與其中 這件事情 那我後來想到說 應該是做農業 做農業沒問題 因為我賣不出去 它就爛掉 那你們吃了 它也不會變成垃圾 它變成大便嘛 還是會回歸自然界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不錯 所以我就去一家那種有機食品 有機農產品的公司 我也是做網路行銷 然後做銷售這樣子 那 可是那個是 就是實際情況 不是我想的那樣子 就是有機農產品 它是很高端的東西 所以它在運送的過程 生產的過程 就會挑菜 減菜掉非常非常多的耗水 那它種植的過程 其實也不是那麼符合環保的 然後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次呢 我在跟我那個設計的同事 討論說 我們要進一支澳洲的古式牛肉 就是吃 古 吃 草式牛肉 就是吃草的牛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要做什麼包裝 然後我們後來決定 把這種很漂亮 紐西蘭這種藍天白雲 印在一個塑膠的包裝上面 然後 把那個牛肉包的漂漂亮 送給大家 然後我就想說 超級矛盾 就是我把 我在一個塑膠的包裝上面 強調我的產品有多自然 然後它最後變成一個垃圾 所以我就決定不想做了 離職 那可是農業還是我想做的 然後我就去了 我就自己去種田 然後我先在陽明山學習種田 然後我後來到池上 台東的池上真的去種米 那我第一個選擇種米 就是因為我想說 要過自己自主的生活嘛 就我不想要 參與這個商業啊 製造太多垃圾 所以就種米 至少餓不死這樣 然後後來在台東 因緣際會 然後我就想說要過自己自主的生活 就應該要自己會蓋房子吧 那剛好一個部落在蓋茅草屋 那我去參與了這棟茅草屋的建築 這個真的是我蓋的 對阿 剛才那個照片 是第一張那個分享 就是我前面三個關鍵字那個照片 就是我坐在這個屋頂上 在做屋頂的時候 然後我在這個部落 也是住在這種茅草屋裡面 大概有牆壁的啦 這間是沒有牆壁的 然後大概一個多月吧 那次沒有水沒有點的生活 然後好像就是連吃飯都是要生活 對 用那個火種 當然有賴打啦 可是火種是用那個惡葉松 刮成屑然後來生活這樣 然後要劈踩幹嘛幹嘛 這邊過了一個多月的生活 然後這是有一次我們在那個森林裡面 當然不是我做的陷阱 但是陷阱抓到一隻山豬 然後他們叫我把它背出來 那我就這樣背著 那因為那個陷阱是要每天去尋 你看有沒有抓到東西 那這個是 應該是它昨天就已經抓到死掉了 然後我們隔了兩天才去抓它 才把它扛出來 所以它其實有點腐爛 就這一隻山豬有點腐爛 然後那個蛆都從它那個眼睛裡面這樣流出來 然後我背的時候那個蛆就這樣流在那邊 嘴巴裡面這樣 超噁的 然後後來他們叫我把它處理 就用這個噴槍烤它的毛 然後後來用刀子把它剖開 分給大家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把動物 野生動物變成你的食物的過程 就還蠻震撼的 因為我們都沒有經歷過這種東西 可能買個豬肉都覺得噁心了這樣 那你就要把它殺掉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是必要之二 如果你要過自己自主的生活 你就是要這樣子 你吃什麼你就要種什麼 不然你就要殺了它 就這樣很簡單 然後之後呢 因為我是想要做一個自己的農場 那個時候的想法 我就想說蜜蜂也是很重要 因為蜜蜂會幫你的植物授粉 所以我就去學養蜜蜂 然後我是這個 在扛蜂箱的這個 然後那個蜂箱 就是兩邊都裝滿蜂蜜的話 非常重 一個大概二十公斤 要兩個這樣 然後一天大概要扛三百趟 超級重 有夠累 然後就是想要學習這種各式各樣的生活技能 然後因為也有蓋過茅草屋 還有一些那種 這種就是自己自主的生活的經驗 然後後來朋友一個建案 就是他要蓋一間別墅 但是他也是想要自然建築 像這一間他的房子 他的一樓是用土牆做的 就用稻草跟泥土 那不是鋼筋水泥的 那因為有這樣的經驗 就跟幾個朋友 就做了一個公班 然後這個牆真的是我們蓋的 就是用那個夯土的方法 把那個牆 一樓的牆面整個蓋起來這樣子 對 那這個就是我大概 對 那過了這麼多這種 有的沒的自主自主的生活 那有一天我在剛才說那個 台東的鸞山部落那邊的時候 我在想說 是我的那個雨鞋壞掉了 因為我很久沒有下山買東西了 我的雨鞋壞掉 那美雨季節就這樣一直進水 然後我就想說 那要去買那個雨鞋 然後我就買了雨鞋到山上來 我發現說 那我舊的雨鞋要丟哪邊 還有這個雨鞋包的那個塑料袋要丟哪邊 因為我很久沒有買東西沒有垃圾 那我後來想說 我不可能所有東西都自己做 還是要跟人家交流 買東西 就算再厲害也是這樣子 那 三下的大家 還是過著一樣的快樂的生活 那我這樣一個人躲起來 就是過這種 自以為可以 是對社會沒有什麼 對世界沒有污染的生活 其實是在逃避 是在躲起來 那我在想說 那是不是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看可不可以 讓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吧 或是 讓社會至少改變一點點 對 就這樣 然後我的偶像說了一句話就是這樣 約翰南龍 他說 一個人做夢就是夢想 那如果大家一起做夢 他就有可能成為現實 對 然後後來就回台北創業 然後接下來就到了第二個部分 塑膠的部分 所以我的創業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少用一點塑膠 很簡單 那很多東西是高科技的 在場很多做高科技的東西 那東西其實我也不了解 但是 大家每天要用到的東西 其實 並不是什麼高科技 譬如說塑膠袋 你可能就自己帶袋子就好啦 喝飲料 你就自己帶杯子就好啦 其實那個只是一個觀念的轉變 因為 你把方便放在環保之前 所以你過這樣的生活 這個也都非常合理 可以理解 所以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讓做環保這件事變得簡單一點 你不必要犧牲什麼 你可能就只是買的時候選了另外一個選擇 或是怎麼樣 這樣子 不是理念的宣導 可能就是一念之間這樣子 所以 OK 塑膠的部分 然後我先講一個故事 就是這個女生 她叫Susan Frankel 她是美國一個記者 她出了一本書 叫做塑膠沒有 塑膠有毒的愛情故事 這樣 有中文版的 那它裡面的名言就是 我們每個人體內 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塑膠 因為就是透過你的喝水啊 食物鏈啊 你的塑膠筷子啊 幹嘛幹嘛 塑膠湯匙 其實你的體內都有 大概一到兩克的塑膠 在你的身體裡面 對 那她就想要寫這本書 她就要做一個那個 沒有碰塑膠的大挑戰 就一天都不碰塑膠 那你們猜她 從醒來到她第一次碰到塑膠 過了多久的時間 對 猜對了 你有看過這本書嗎 30秒 等一下有獎品給你 雖然我沒有準備 但是送你一隻牙刷 那 因為她就是 醒來以後 她想說 混混成人走到廁所 然後拿起牙刷刷牙 她發現她的牙刷是塑膠的 就這樣 對 就破功了 所以這是我的創業 牙刷 那台灣一年有 一億支廢棄的塑膠牙刷 包括我們每個人的替換 還有旅館的那種 一次性的 那這個塑膠牙刷頭尾相連這樣子 排成一條線 可以繞海岸線17圈 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人口密度是很高的 然後 台灣的沿海裡面 大概有90%的烏龜都吃過塑膠 那吃過塑膠的烏龜 因為它沒有辦法消化塑膠 它會脹氣 脹氣就是讓它身體的浮力很大 所以它沒有辦法潛水 它就會沒有辦法 躲避掠食者的掠食 或是 潛下去吃東西 所以它就會慢慢死掉 這就是烏龜 OK 然後 每一公升的海水裡面就有 100顆這種塑膠微粒 非常小 0.5mm 都是我們眼睛看不到的塑膠微粒 然後 它可能是在你的洗面乳 去角質那種 或沐浴乳裡面那種 小顆粒 或是慢慢被磨成微粒的塑膠 這樣子 那它最後會變成什麼 它就會透過海鮮 我們再吃回來 就這樣 OK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想要做一些這種 天然材質 或是環保材質的產品 然後這個是我第一個產品 就是 豬牙刷 對 OK 它是用夢中竹跟豬中做的 所以它100%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它把它埋在土裡 90天 堆肥裡面 90天它就可以被環境分解 當然在浴室裡面是不會 它耐用程度跟一般塑膠的差不多 我說的是在那種 有微生物的堆肥裡面 那之後我還會做一些其他的project 像是這個 生物可分解的洗節劑 就是 對 然後還有 那個 吸管 就是 用麥梗做的吸管 因為麥梗其實是空心這樣 然後我還會再做一些 非常非常多idea 就是 想辦法去實行 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OK 那大概就這樣 因為我不想講太多產品 我講我的人生歷程 然後這是我的 FB 我就叫簡中微 中文名字 然後 我的email是 turtle at a good day 就是我的公司.com 然後我現在主要說 他正在那個 蛇蛇 募資網站上面募資 最後兩天 可以大家 就可以幫我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